跟大家介紹 在20頁這邊 其實 你看喔我們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AI服務 當你想要比較 有更多的點數啦或更多流量可以用的時候 幾乎都是付費的 這也合理吧對不對 因為現在已經是付費的年代也就是說 免費我可以讓你用一點點 可是呢畢竟他是要成本 他不是做慈善事業 所以 他要活下去就需要收費 那 你今天TripG1訂了 你要花20塊美金 我Adobe的 像我Adobe訂閱 我要一個月要640塊台幣 那你又訂閱其他的 你有沒有想過你到底要花多少錢訂閱 你看你自己 現在訂閱的有哪些花費 你的手機 通話跟上網要不要錢 這也是訂閱的 家裡面 假設你還有第四台或者有那個 室內電話也要錢嘛 水費電費有沒有都很多 這些都是逐月收錢的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CP值比較高一點的 也就是說我花一次錢 我就可以 享用到比較多各種不同的服務 而不是只有單獨的 而我只有TripGT 那怎麼辦 你就可以考慮像我們 第20頁介紹這個 叫PoE 好那 他這個呢 好處就是 他有點類似像什麼 我們講的大賣場 你今天本來 你看我們現在不是有很多那個99大賣場嗎 你為什麼會去那裡 因為 他的東西有沒有比 7000還更多 而且東西是不是更便宜 好跟那個概念一樣 所以呢 他幫你先整合了很多不同的AI服務 但是呢 來我這邊訂閱 你就付一次錢就好了 你就可以同時用到好多好多不同的 好所以你看我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他每天有3000點 看起來好像很多對不對 不過我跟你講有的服務一次扣100多點 所以 他的币值比較 薄一點點啦 就跟你用那個 你們如果去用印尼 印尼的錢 跟 跟台灣的來比 你會覺得印尼的 便宜很多嗎 對吧 那你看 這個 有沒有發現他也有一個叫探索 有沒有注意到 這是別人做好的 對 然後你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有沒有 可是重點在於 你今天 可以選擇的對話 有很多 你看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 ChipGD4 你也可以選擇 Google的German9 有看到的嗎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如果你比較想要有 高CP值的 你就可以 選用這個 你看這裡還有教中文的 有沒有 中國教探索 中國教探索 那他上面的這個 這個 故事 就是那個 人家做的機器人也很多 所以這是 CP值比較高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錯 就看你的選擇 這樣了解了嗎 好那使用方式 都差不多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